甜美的赵露丝太时髦了 绿色收腰外套好清新 素颜出行也元气满满 赵露丝素颜好可爱 筒袜配裙子 简单却吸睛 下半身是纯牛仔蓝A字裙 牛仔布是一件非常有活力的单品 小开叉的设计缓解了裙子的单调感 纯牛仔蓝配色也很喜欢 想要提亮肤色的朋友可以优先考虑 其实这条裙子也很百搭 上身一件长袖或者短袖的白T都会显得很时髦 这种羊羔绒大衣不需要过多的设计 就可以完美地俘获大部分女生的芳心 赵露丝穿的这件羊羔毛外套比较运动 稍微薄一点的厚度可以大大减少视觉上的臃肿感 下半身是一条蓝色的Bootcut长裤 修饰了小腿的形状 脚上是一双宝蓝色的高帮帆布鞋 在裤子的交界处露出了袜子的颜色 营造出一种整体气氛活泼 这套衣服很随意 碎花裙在夏天很常见 它们可以甜美可爱 也可以复古文艺 可爱的赵露丝肯定会选择可爱的款式 可爱的女生一定不能错过这条裙子 浅粉色定下了主色调 少女感十足 清新小碎花元素的点缀将满满的活力感染 显得淋漓尽致 脚上的马丁靴让赵露丝看起来多了几分稳重 手上的这件白色小西装作为外搭也很合适 属于浅色系和裙子的颜色很协调 赵露丝甜美可爱的外表和善良温柔的性格 也为她圈粉无数 这样清新有趣的娱乐圈妹子 谁不喜欢呢 希望赵露丝能够在花路上心满意足地走下去 谁还相信赵露丝只有八十斤 她的血针一出 肌肉腿太真实了 比如赵露丝 就是近几年非常火的新生代女演员 她最初是作为网红出道的 在网络上名气不大 后来她逐渐将重心转移到影视行业 虽然一开始她也饱受质疑 但是现在她出色的演技已经得到了认可 而且现在的赵露丝在圈内发展的还算不错 加上业务能力出众 网红出身的她 无论是颜值还是时尚品味都极具个性 尤其是造型多样的穿搭 更是吸引了众多网友的眼球 黑色裙子并不少见 但它们会以不同的风格呈现在人们面前 一块布料可以裁剪成数千种不同款式的裙子 就像这次赵露丝参加品牌活动 身穿黑色连衣裙 显得特别低调优雅 连衣裙版型更加修身 正面镂空破洞 露出一小块白皙肌肤 看起来更加精致 修身版型勾勒出纤细的腰肢 将身材修长妩媚 同样是黑色look 但是裤子和裙子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这次赵露丝一袭黑色长裤亮相 显得十分帅气吸睛 只见他穿着一件一字间的长袖衬衬出现 修身版型简单明快 路肩效果勾勒出优美的身体曲线 他在下面搭配黑色休闲裤 时尚又引人注目 吴磊现身机场被偷拍 边走边笔划做核酸手势 搞笑搞笑没有偶像包袱 日前超人气演员吴磊低调现身上海机场 没想到一位战姐知道了他的航班信息 提前在核酸检测的地方等着他的出现 有意思的是 吴磊下车后看到远处有人偷拍自己 不仅没有表现出厌恶 反而边走边做核酸手势 看起来十分搞笑 从曝光的图片可以看出 吴磊当时应该是在夜班飞机上 而他的穿搭则比较休闲大方 格子外套搭配毛线帽 牛仔裤脚踩滑板鞋 典型的阳光男孩 在机场工作人员的引导下 他双手拿着平板电脑下了车 看似在忙于工作 但看到有人拍拍自己 他立即腾出一只手 开始笔划核酸 充分展示大学所学的飞体能表现 但让人防不胜防的是 吴磊万万没想到 有人直接偷拍到他的面前 甚至还给了他 边走边做核酸手势的大特写镜头 笔划完核酸手势 吴磊用手指了指眼前亮着灯的地方 那是机场设置的核酸检测点 某种程度上 吴磊这样做是对偷拍者的尊重 不管是粉丝还是狗仔 他都一视同仁 他想告诉对方他要做什么 没有秘密可以隐藏 但是到了真正做核酸的时候 吴磊却有些紧张 他拉了几次后摘下口罩 张大嘴巴 瞪大眼睛 让大白戳他的喉咙 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 完成核酸检测后 吴磊回到商务车内 摇下车窗热情地和偷拍的摄影师打招呼 全程面带微笑 显得很有礼貌 据悉 1999年出生的吴磊夏月 将迎来23岁生日 而他在演艺圈已经走过了17个年头 也就是说他6岁就出道了 2005年主演首部电视剧 风神榜知凤明奇山 此后每隔几年都会出演新剧 真正让吴磊出名的是 他在10年前出演了一部非常有名的电视剧 叫做花花公子马小跳 他在剧中饰演马小跳 得到不少观众的支持 最喜欢的 后来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 吴磊的演艺事业也越走越宽 演艺事业也发展得越来越好 多年来出演了 《斗破苍穹》 《沙海》 《长歌行》 《盛夏的未来》 《我和父亲》等多部热播影视作品 今年全网播出的 《星光灿烂》 《月出海》 除了精湛的演技 吴磊的学习成绩也很不错 高考那年 他以全国表演第一名的成绩 考入北京电影学院 大四块毕业的时候 我作为优秀学生 代表做了演讲报告 当然 最重要的是 他的人品在圈内圈外都广受好评 无论是同辈还是晚辈 都对他赞不绝口 说他很有礼貌 很谦虚 尤其是近几年 那时的我既不自满 也不狂妄 始终保持着低调做人 高调做事的态度 吴磊和周雨桐的 《就是爱情而已》 要美起来了 近日 又一部都市爱情剧 《就是爱而已》 即将上映 这部剧不仅有着非常美好的爱情 还融入了励志的体育元素 主演阵容都好看 制作也不错 这种兴致的戏剧 《就是爱情》 是由陈畅指导 张英吉编剧的都市情感剧 导演陈畅的业务能力 非比寻常 他非常擅长拍摄情感题材 他对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情感 描写细腻动人 轻松搞笑 全员演技在线 当时 在全网掀起追剧热潮 一度成为芒果TV的黑马剧 虽然该剧还未正式定档 但近日 CCTV8发布了一张新剧宣传海报 海报内容换成了中巴特有的小巴 背景和海报元素 几乎一模一样 如这就是爱 最新的海报如出一辙 配文中还有网球拍的图形 也与 《就是爱情》的网球元素相呼应 这个信息的可靠性还是很高的 前不久 正在新阳八上横扫各大收视榜单的 谢谢医生 就这样官宣了 官宣即将开播 可以说是从不实言 非常了不起 因此 除了原本支持 腾讯视频作为网播平台外 这部非常火爆的剧集 也有可能同时在新阳八播出 这无疑证明了这部剧的优秀品质和光明前景 姐弟恋可以说是近几年非常火的元素了 从早前看 同样带有运动元素的 知道男女主都是姐弟恋 正在热播的 恋爱法则二十八 也是如此 还有 年龄差异带来的不同人生经历 以及爱情和人生观念的不同 难免会产生更多的碰撞 但如果双方都能包容和替代 这样的爱情还是很美好很特别的 《指爱一生》由吴磊 周宇彤领衔主演 江沛瑶 朱永腾 张涛 夏浩然 马凡丁 图松岩等配角 整个阵容以年轻演员为主 还有几位实力派老将演员们 更多的是扮演向导 或者家长的角色 层次感分明 别人毛衣牛仔裤 赵露丝不一样 图片露出真实腿形 不敢相信 赵露丝虽然现在 在影视圈发展得很好 但是似乎时尚资源并不多 平日里 你会发现赵露丝在日常圈子里 还是有不少圈粉的 但是到了出席活动的时候 他的造型却总是没有那么霸道 甚至当他们在机场拍私服 被拍到时 也有不少人表示了不安 赵露丝最近现身 看到他那天的穿搭 有点猛 赵露丝身上的这件衣服 虽然还没见过 但还是大牌 别的艺人都穿过 不过Ruth自己 应该不会这么任性吧 别的女艺人 可能会穿 会衣搭配牛仔裤之类的 简约大方又不失活力 但赵露丝不一样 要知道 现在已经是深秋了 机场很多路人都穿着臃肿的衣服 但是赵露丝却选择了只穿一件卫衣出门 看来女生连女生都爱的光腿神器都不穿了 他们脚上穿着运动鞋和袜子 虽然整体颜值不是很不协调 但是了解赵露丝的人都知道 这妹子的身高并不是很占优势 即使在本身比例不是很优越的情况下这样穿 在视觉上也有种矮小的感觉 最重要的一层是 赵露丝可能是想嫌腿戏 没想到这样穿出腿型 才能露出最真实的腿型 平时穿裙子的她 尽量遮住肉肉的腿 但这一次却相反 似乎生怕别人不知道她有一双肉腿 肤色还算白皙 照片的角度也挺到位 就是腿不是很长 很多人表示 没有她每天晒出的照片那么精致高挑 所有人都表示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虽说艺人提升技艺是家常便饭 但不是很瘦而是屁很瘦 被人误会可不好 你怎么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by订阅 Kang 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